第十四回 幻海茫茫穷官自艾 风烟渺渺冰箭仙尘 话说记之听了我一席话 忽然觉悟了道 一定是这个人了 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 也不必追究了 我忙问是什么人 记之道 我也不过这么想 还不知道是他不是 我此刻疑心的是毕竟江 我道 这毕竟江是个什么样人 大哥不提起他 我也要问问 那天我在棺上 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子那里下象棋 怎么这般不自重 记之说 他的出身本来也同挑水的差不多 这又合足为奇 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龟子 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昌 生得有几分姿色 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魂名来 大的叫做大乔 小的叫做小乔 那大乔 那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 这小乔就是现在叔叔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 娶了回去做妾 这毕竟江就跟了来做个妾救 子存宠宠上了小老婆 未免爱乌及乌 把他也看得同上课一般 怎奈他自己不争气 终日在公馆里 同那些底下人鬼混 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 有没有这个闲功夫 因此建给我 说是不论薪水多少 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 你想 我哪里用得着他 并且派他上等的事 他也不会做 要是派个下等事给他 子存面上又过不去 所以 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甘休 由他住在关上 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 我道 这么说 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 既知道 自然是的 这种小人用心 实在可笑 我还料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 半个月以前 子存就得了消息 将近凤伟 做无福电报局总办 他恐怕子存 丢下他在这里 要叫他妹子去说 带了他去 因为要求妹子 不能不巴结他 却又无穷巴结起 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 却又没有钱 所以只好偷了 你想是不是呢 我道 大哥怎么又说 他将近要走了呢 莫非汪子存 莫非汪子存 真的尾了 无湖电报局了吗 既知道 就是这话 听说前两天 闸子已经到了 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 交代过了 就要去揭差 他前天喜滋滋的 来对我说 说是子存要带他去 给他好事办呢 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 我道 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 既知道 这又何苦 这到底是明节攸关的 虽然这种人 没有什么明节 然而追究出来 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爱 我那东西 又不是很值钱的 就是块黑桶表坠 也是人家送我的 追究他做什么呢 正在说话之间 之间门上来回说 有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小孩子 都是穿重校的 要来求见 说是姓陈 又没有个骗子 姓陈想了一想 叹一口气道 请进来吧 你们好好地招呼着 门上答应去了 不一会儿 果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都是浑身重校地 走了进来 看她那形状 愁眉苦目 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见了几只 跪下来就扣头 那小孩子跟在后面 也跪着扣头 我看了一点也不懂 恐怕她有什么爱着别人听见的话 正想回避出去 谁知她站起来了 回过身子 对着我也扣下头去 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 不知怎样才好 等她扣完了头 我倒乐得不回避 听听她说话了 几只让她坐下 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 本来在这热丧里面 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 但是出于无奈 求吴老爷见谅 既知道 我们都是出门的人 不拘这个 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 此时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 还是暂时在这里呢 那妇人道 现在还打不定主意 万事都要钱做主啊 此刻闹道 带着这孩子抛头露面的 说到这里 便噎住了喉咙 说不出话来 那眼泪便从眼睛里 直滚下来 连忙拿手帕去开示 既知道 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 但是事已如此 哭也无意 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 那妇人道 涉奸的事 吴老爷尽知道的 先夫咽了气下来 真是除了一个踪踏 一条草席 再无别物的了 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 只好在铜银里面告个帮 为此特来求 吴老爷设个法 说吧 从怀里逃出一个 霉红全铁的枝起来 交给他的小孩 递给季枝 季枝看了递给我 又对那妇人说道 这件事不是这样办法 照这个样子 通南京城里的铜银都求变了 也不中用 我替陈太太打算 不但是盘运灵救的一件事 要用钱 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 穿衣 念书 都是要钱的 那妇人道 哪里还打算得那么长远 吴老爷肯替设个法 那更是感激不尽了 既知道 待我把这枝起 另外疼一份 明日我上衙门去 当面求翻台帮助些 只要翻台肯了 无论多少 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 人情势力大抵如此 众人看见翻台也解囊 自然也高兴些 应该住一两的 或者也肯住二两三两了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 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 翻台那里 我是一定说得动的 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 我这里送一百两银子 不过不能写在枝起上 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 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 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 扣下头去 嘴里说道 切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 只有带先夫感激涕零的了 说着 声嘶喉梗又掉下泪来 又拉那孩子过来道 还不扣谢吴老伯 那孩子跪下去 他却在孩子的脑后 使劲地按了三下 那孩子的头便 崩崩崩地碰在地上 一连磕了三个响头 既知道 陈太太何苦呢 小孩子疼啊 陈太太有事请便 这知习等我抄一份之后 就叫人送来吧 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道 老太太太太那里 本来要进去请安 因为在这热丧里面 不敢造次 请吴老爷转治一生吧 说着辞了出去 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 虽然略知梗概 然而不能知道详细 等他去了 方问继之 继之叹道 他这件事闹了出来 官场中更是一条微图了 刚才这个是陈仲梅的妻子 仲梅是四川人 也是个绑下的支线 而且人也很精明的 却是没有路子 到了省十多年 不要说是补缺 属事 就是差事 也不曾好好地当过几个 近来这几年 更是不得了 有人同他屈指算过 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 你想 如何不吃尽荡光 穷得不得了 前几天忽然起个短见 居然吊死了 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到 哎呀 怎么吊死了 救得回来吗 既知道 你不看见他吗 他这一来 明明是为的众梅死了 出来告帮 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 我道 认识怎样没有路子 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 这也是一件奇事 既知探道 老弟 你未曾经历过幻图 哪里懂得这许多 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 可以分作四大宗 第一宗 是给巡抚同乡 或是释交 那不必说 一定是好的了 第二宗就是 翻台的同乡是好 自然也是有照应的 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 写了八行书来的 有了这三宗人 你想要多少差事 才能够安插 除了这三宗之外 腾下那一宗 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 不要说是七八年 只要他的命尽长着 后到七八百年 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 这回闹出中霉这件事来 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 他死了的时候 地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 就往江宁县里一抱 少不免要来相宴 可怜他儿子又小 又没有个家人 害得他的夫人 抛头露面地出来 拦请免捡 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 江宁县已把这件事 回了翻台 闻得翻台 很叹了两口气 所以我想 在翻台那里 同他是个法子 此刻请你把这枝起 另写一个 看看又不妥当的 同他删改删改 等我明天拿去 我听了这番话 才晓得这幻海茫茫 竟与苦海无二的 翻开那枝起 重新看了一遍 辞去上海妥当 不必改靴的了 就同他再腾出一份来 翻到末夜看时 已经有几个写上赐注的了 也有注一千钱的 也有注一元的 甚至于有注五角的 也有注四百文的 不觉发了一声叹 回头来要交给纪支 谁知纪支已经出去了 我放下了支起 也夺出去看看 走到堂屋里 只见纪支拿着一张报纸 在那里发愣 我道 大哥看了什么好新闻 在这里出神呢 纪支把新闻纸递给我 指着一条道 你看我们的国事 怎么了得 我接过来 依着纪支所指的那一条 看下去 标题是 冰轮自沉四个字 其文曰 欲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 于某日道出食谱 摇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 以为法兵剑 管带大巨 开足机器 拟速逃窜 决来传慎 管带异聚 随自开放水门 将传沉下 甩船上众人 自山板 渡灯彼岸 捏爆仓促御笛 至被击沉云 课文上风将彻底跟究 并扎上海道 会商制造局 设法前往捞渠义 我看了不觉择舌道 前两天听见扑顾修说 是打沉的 不料有这等事 济之探道 我们南洋的兵船 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 然而也料想不到 这么一招 我道 南洋兵船不少 岂可一概抹杀 既知道 你未从此中过来 也难怪你不懂的 南洋兵船虽然不少 颇耐管带的 一味知道营私舞弊 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 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 就都一个个的习风履候起来 哪里还肯去打仗 我道 带一个兵船 哪里有许多出息 既知道 这也一言难尽 客扣一截 且不要说它 单只领料一层 就是了不得的了 譬如他要领煤 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 赵力士到支应局去领价 到上海去买 他领了一百吨的煤价到上海去 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冰船物料的铺价 彼此久已相熟的 他到那里去 只买上二三十吨 我借到 那么那七八十吨的价 他一起吞没了 既知道 这又不能 他在这七八十吨价当中 提出二成 惠了那铺价 叫他写上了一百吨 恐怕他与店里的账目不符 就叫他另外立起一个暗记号 开支了那七八十吨的价银就是了 你想他们这样办法 就是调了店家账簿来查 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 有时他们在上海 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吨煤 却出他个百把吨的收条 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驾 也是这么办法 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 我道 那许多兵船 难道各个管带都是这么着吗 而且每一号兵船 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 头一个作弊罢了 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吗 既知道 我说你到底没有精炼 所以这些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 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 而且大众都是这样 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 那些人的弊端 岂不都叫你打破了 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 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官 那种我不愿意要的钱 也不知多少 然而历来相言如此 我合范着把他叫穿了 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 只要不另外想出新法子来舞弊 就算是个好人了 我道 历来的都府难道都是睡着的 何以不彻底根查一次 既知道 你又来了 都府何曾睡着 他比你我还醒呢 他要是将一省的弊竇 都离梯干净 他又从哪里调剂私人呢 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 我这大官的差事 明明是给翻台有了交情 他有心调剂我的 所以我并未求他 他出于本心为给了我 若是没有交情的 求也求不着呢 其余你就可以累推了 正说话时 胡宝翻台 着人来请 既知便去更衣 既知这一去 有分教 大善事 骑行必献 苦灾离时会难沾 为之翻台请记之去 有什么事 且待下回再记